是有 剛剛那邊是不是有什麼事發生了 沒有 我怎麼覺得好像有人要吵起來了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牛店 從牛店重新整修 我第一次回來表演 那當然是因為知道 520要來台北 所以等他有說 520 所以那烤一趟不用花太多成績 這兩天網路上有很多的關注 都在講內軟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想大家應該也對我 好不小心滑手機都會看到 剛剛在門口有個年輕人說 他今天可不可以唱美麗島 那我發言跟一個朋友在聊說 其實我最早最早會這個歌 最最最讓我感動的其實很單純很單純 就是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甜蜜 我其實那麼單純 只是因為這個句子 就是在講我從小出生長大的地方 那當然也很好 這個歌今天可以這麼熱烈的討論 然後在更早期的時候 就有人拿出來講 有一個台灣族的詩人 莫納而能前輩 他就說 一路來旅一起山里 起的那個山里其實就是 我們祖先曾經寫寫淚淚淚淚 那麼的 那麼的 那是什麼可以形容呢 就是這樣 才過一步一步的 所以這叫歷史 可是台灣社會它現在 在面對整個歷史來到現在這裡 從前到這裡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扭曲 很多很多的互相不了解 那也不是一个小小的歌手 就可以怎样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因为说实在的 在大家成长的过程里面 对原住民的了解 真的太少太少 真的是太少 那时代一定 朋友就会说 已经是什么时代了 还有就讲什么草莽啊 可是没办法 就真的是这样 很多事情就是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我们觉得很重要的 就继续做啊 我还记得 有一个很早很早以前 有一个去美国念书的留学生 他特别特别请他的朋友 来女文店看我表演 然后拜托我唱《美丽岛》 然后寄给他听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 对很多人 不一样的人 真的有他不一样的利益 可是对原住民来说啊 这个美丽的FOMOSA 真正的就是 就这样的历史 走在那个时刻的时候 就是原住民开始被 被 被 被潮吗 不是 被 那个 被怎样 我真的怎么 我今天没有什么形容词 帮我一下 我印象中有讲到沉沦 就是原住民沉沦的开始 沉沦 沉沦好奇怪 也是沉沦 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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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沦沦沦 我們搖籃的美麗桃 拾起 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 正式著 正式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地步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鳴 一路蠻魚 一起山林 我所無邊的太平洋 埋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 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天 我們這裡有 勇敢的人民 一路蠻魚 一起山林 我們這裡有 勇敢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酒 玉蘭花 啊... 啦啦啦啦啦... 啦... 啦~~~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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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m書 OpVOSTA